这次我和嘉楠在香港出发 去到珠海的横琴和澳门辛蚝影会玩四日三夜 首先我们在珠海住了一家200元的平酒店 之后去到珠海横琴的海边吃西餐超夏坦海景 再带大家去吃横琴很出名的新鲜海鲜 这里有个商场好像欧洲那么漂亮 日景和夜景都漂亮得不得了 在珠海市内玩完一天之后 我们第二早上就会出发去珠海的长龙海洋王国 最后我们就在横琴口岸去到澳门辛蚝天地 首先我们在香港港珠澳大桥乘金巴出发去到珠海 和去澳门的办法和时间都是差不多 不过大家记得最重要就是要用一个二维码去做一个健康申报表 这个表你第一次需要填很多资料在车上可以做到的了 但是你之后再去的时候每一次按修改就可以 你也可以在家里做定先的 那我给大家一个二维码 大家要记得就算是BB或小朋友 都一定要帮他做这个QR Code 那入门的时候都要夺两次 那如果你去到才做 没有WiFi都不要紧要 那在珠海或者香港口岸 都有一个免费的WiFi 给你去做这个申报 申报程序第一次就有点点复杂 大概填五分钟资料左右吧 那在回程的时候或者下一次要再回内地的时候呢 你再填这个QR Code 其实已经有你的资料在里面的了 那你那时候按修改呢 就已经可以立即出到一个二维码 可以给你过关 那大概四十分钟我们去到珠海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搭的士 虽然Cose好方便 但是你要找一个上车的地方呢 去找回那个司机呢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这里有分二楼三楼 那你不知道他会停在哪里 所以搭的士就比较方便 而且可以给现金的 如果你没处理好一些支付方法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石山村 我们订了一间200元的平价酒店 因为我们打算去长龙的海洋王国 那如果我们第一天出发就立即去呢 其实是很累 而且已经没了半天的时间 那所以呢第一天呢 我都建议大家在市面上 租一间便宜酒店先 那就在珠海环琴那里 周围去玩啊吃一下东西 那第二天呢一早就出发去海洋王国 才进入住海洋王国的酒店 就比较好和舒服点 可以玩足了它里面的设施 可以玩足两天 那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瑜伽酒店呢 在门口其实都有一些简陋 都有一点点担心的 还有它这一部升降机呢 需要抬几级楼梯的 如果你带BB车 一打开房门见到是地板房 我都安乐很多 还有少少烟味都没有 只是间房比较小 但都尚算干净的 厕所看起来都干净 不过只是旧了一点点 看一下环境四围 都是没什么建筑物 看起来那些床铺 其实我都没什么所谓 因为我们都是会带了隔装床垫 在淘宝买了一些隔装床垫 是专来去旅行 因为我贪去呢 就三边的位置封了 如果加南躺下去呢 不会那么容易滚到床 而且始终自己洗了的床垫 带去就睡得舒服点 因为始终去旅行呢 你都不会预计到间酒店 是不是跟一些评价说的是一样 所以我一定会带定这一样东西 还有小朋友呢 都会怕他会掉落床 纷纷 加南进来呢 已经发现天花板呢 是有少少特别的这间房 因为这个地区呢 都近长龙的海洋王国 所以都很多主题的房间是有关海洋 我真的想不到200元的房间 都会有这些设计在里面 这里的水力那些都是ok 不过毛巾就一定不会用的了 而且有一些儿童的刺板 都不会用的 都不会用的 有风筒的 都有一些衣架 还有一些简单的设备 住得平价酒店呢 其实都会自己带定毛巾 拖鞋 牙刷之类 这里充电有惊喜的 它有三脚的转头 还有有USB充电 这里的电视台 都很多的卡通片 可以给小朋友看 通常加南我放去 在BB车里看看 喝完拉拉就会睡觉 通常酒店呢 一些就是用来参加的 一些就是用来睡的 这种的便宜酒店 就只是用来过到一晚 那我就觉得不需要住太贵 因为我们都玩到 晚上9点10点才回酒店 第二天八九点又出去 其实没必要住太贵的酒店 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学会召车 建议大家去下车一个高德地图 它的准确度是比较高 而且它是先搭车后付款的 那你只要输入目的地 不需要一分钟 它就会有一个司机 去接了你的order 那它自动会来接你 那高德地图的准确度高 你不需要输入你自己的上车点 它已经知道你站在哪个地方了 那就不用担心 你在大陆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不知道地址是怎样写的 那样 由瑜伽酒店出发搭了9元 大概5分钟左右 就来到环琴码头 这里叫做星洛道环琴码头驭站 我们来这里午餐的 原本我是看中了 刚才红色招牌那一间的海景餐巴 在大众点评那里也评价不错的 但是谁知道来到 看到环境好像不太好 好像很旧式 没有什么气氛 而且旁边这一间叫Chill House 实在太大对比 大家看看 很西式 又坐海边 感觉好像正好多 所以我们就转来这间食 这里对面就是澳门 不过这里消费绝对不便宜 跟香港差不多 好像洛士佛台差不多的价钱 叫一个肉酱意粉 是88元左右 叫了一个椰子菠萝冰 38元 还有一个汉堡包餐 汉堡包就很好吃的 不过薯条和沙律就赚点 虽然这里消费贵了一点点 但是真是值得来的 环境好美 在餐厅一出海 去就是环境码头 很多一家大小来这里玩 野餐 有些沙尺 有些景点 被一家大小去拍照 1万元 1万元 在环琴碼頭走五分鐘左右 來到這條步行街 整條街都是吃一些平民的小食 就好像去了一些台灣的夜市 不過帶小朋友就不太方便 因為衛生情況不太好 但如果你想買外賣去酒店吃都可以 原本我們打算去旁邊的瀑布拍照 但怎知道嘉南睡覺了 所以我們就轉來這個新的商場 一下車已經美得不得了 好像去了澳門一樣 不過嘉南還是未睡醒 一來到這裏 已經看到有很多內地的女生 穿得很漂亮 在這裏打卡拍照 亦有很多人拍婚紗照 好像去了歐洲 很壯觀的 其實在現場那裏看 有很多人拍攝 不過入到商場 店鋪不算多 好像很多都未開 我們來到這裏主要就是一陣會晚餐 還有想來這裏的超級市場那裏 買一些水 買一些日用品 因為這個超級市場就比較大 多一些國際的品牌 以及買東西都會安心一些 我們也去參觀了這個母英室 去換片 幫嘉南 沒有什麼設備 不像香港那麼多設備 不過很簡單 和乾淨 如果第二天大家都是去海洋王國的話 我建議你們一定要買一些乾糧 水 果汁之類 一些儲備 因為入到海洋王國買東西是超貴 而且買東西很不方便 有時候你想要的東西都未必買到 那我買定一些麵包 明早給嘉南做早餐 因為我們一早起床 就會出發去海洋王國那裏 水就一定是買龍夫山泉 如果買給小朋友喝 可以推薦你買會員果汁 因為入到海洋王國 你想找一些適合嬰兒喝的果汁 是很難的 只有一點汽水 也可以買定一些手工啤酒 在海洋王國有雪櫃 在內地買手工啤酒是比較便宜 14-15元就有一瓶了 可以試一下不同味道 那爸爸試了這裡的雪條 我也沒有吃到 如果帶不夠寶寶的尿片 濕紙巾也可以在超級市場買 很多大牌子 還有哈吉斯、Pampas那些都有 還有價錢很便宜 好像哈吉斯的濕紙巾 都是4.5元一包 吃晚餐整個商場都有很多間 在五樓就有一些牛的火鍋 或者吃蒲餐覺得澳門貴 可以來這裡吃蒲餐 環境很漂亮 但價錢是澳門的一半左右 只有二人餐一九百人民幣就有了 這個餐在澳門吃應該要六七百元 我最後選了一間吃蒸海鮮的餐廳 因為在環琴的海鮮很出名 和環琴生蠔我都沒吃過 一直聽了很久 這裡有一個186元的二人火鍋套餐 我們就叫了這個餐 另外就加了半打的生蠔 都是它幫你蒸熟的 半打生蠔六十八元 它的粥底就是一個白果的雞粥來的 全程都專人服侍的 而且我都看這個餐都會有個果盤菜 有些粟米筋 我們另外再點蒸粟米 很多東西都可以適合嘉楠吃 還有它有BB椅子 和香港的蒸海鮮火鍋餐差不多 不過我想這個餐在香港吃 都起碼要一千多二千元 它這裡的海鮮全部都是新鮮 是生蠔 是還會動的 會動得有點殘忍 我覺得 一定要試一下 還有豬啤 豬啤 豬海的啤酒 內地的水果也是很出名 這餐包了半斤的海蝦 和一斤的花甲 一斤的白蜆 其實都差點吃不完 只是吃蜆都很忙 不過真的很好吃 海鮮全部都真的新鮮 醬油方面 真的要推介大家 一定要加些香油 是豉油、蒜蓉 再加些香油 那你拌海鮮、拌肉 都是很滑、很好吃 嘉楠仔有粟米已經很開心 期待已久的橫琴生蠔 很大隻、很肥 它專人幫你織開的 我們選了原味 接著自己加上 剛才推薦的醬油 真的很多汁、很肥 極力推介 一定要吃橫琴的生蠔 當然要去一些 高檔少少的餐廳吃 我看到 剛才報行街 五元一隻的生蠔都有 但那些當然不敢吃 推介大家來這個商場吃 另外有一條海魚 原本以為手掌這麼大條、很細條 但誰知真的很滑 肉很彈、很新鮮 另外有一條熟米羹 不是很濃的 都是一些芡汁 另外叫了一些蔬菜 都是給嘉楠吃的 這個餐186元 我們再加了生蠔和粟米 還有野飲 那賣單是200多元的人民幣 是超值的 當你去到橫琴的海洋王國吃東西之後 你就發現 在這個商場 那些東西很好吃 和很便宜 賣單284元 走的時候 一出去已經不痛了 由剛才很少人 變到現在很熱鬧 有人在這裡跳舞 踩摸摸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玩 拍婚紗相 很多人在這裡拍攝 突然間好像很熱鬧 但是夜景真的很美 好像去了上海一樣 我都十年左右沒有去過珠海 這次來的感覺都完全不同了 好像很多東西伸了 很多高樓大廈 但是這裡消費比我想像中是貴 我們暫時每餐去餐廳吃 都要200多元人民幣左右 但是前一個月我們去中山 是便宜得很緊要的 比起珠海 起碼都還便宜到一半 還有這裡有個車站 寫著橫琴站 不是去澳門 我們就下次可以試一下 我們都沒試過 我們現在召車回酒店 準備明天早上出發去海洋王國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繼續追蹤我的Instagram 密切留意下集 請問一下 從來 跟我看 請問一下 瞬間 sem